基督教今日报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曾德华弟兄 我最喜欢的经文是在 十篇九十一篇第二节 他说到 我要论到耶和华我要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他是我的山寨 他是我的神 他是我所倚靠的 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 一路伴着我的 神一直是我的山寨 一直是我所倚靠的 他是我的避难所 他一直牵引着的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希望这段经文 你们都能够喜欢 也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都不要离开那位神 谢谢 日报 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我是张淑慧姐妹 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 第六章三十三节 先求神的果 神的义 他比加天给我 这句话就常常出现 每次我读经的时候 上帝这句话就常常出现 在我的面前 就是要先追求 先求神的果 神的义 他比加天给我们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你的工作 只要你行在 你的脑路上 他必为你预备一切丰盛 比你想象的还多更多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